Hello,大家好,我是Mila 今天会和大家说中芯国际981这间公司 资本市场一直都非常关注这间公司 而最近这间公司也有很多消息传出来 有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加大制裁华为芯片供应 令到华为部分芯片订单要由台积电转移到中芯国际 另一方面是中芯国际也会有新资金注入 中国政府支持的一支基金 向中芯国际注资22.5亿美元的资金 另一方面中芯国际在A股创业版会上市 市存这间公司的集资额应该达到200-300亿人民币 在它有新订单、新资金的背景下 中芯国际这间公司未来前景是否一片光明 是否可以有一个重股的机会呢? 今天就先和大家说下 你投资中芯国际前所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 其实中芯国际这间公司要说 十个小时都说不完 这条片就分了两集 今集的故事性会比较强 而下一集就会聚焦在数字分析 今集我会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芯片和行业 第二部分中芯在技术和业务里面 它发展到的难题 第三就是中芯国际的前景到底是怎样呢? 在内容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先赞一赞这条片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正确的金钱或投资知识 首先容许我花一点蝙蝠说什么是芯片 其实芯片就像电子产品的一个大佬 我们的电脑、手机、电视、汽车等等都会用到芯片 我们经常听到财经新闻讨论 台积电或三星的半导体技术 现在在进展多少纳米、多少纳米 我们经常听到14纳米、10纳米、7纳米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14纳米、10纳米、7纳米是指芯片的制程 制程数字越小 功率的选耗就会越低 意味着芯片的效能越强 制造商都希望可以快速降低芯片的制程 但是芯片制作的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是需要不停投入 2019年台积电的资本开支是154亿美元 中芯国际只有21亿美元 而台积电早在2018年已经量产7纳米的产品 今年就会量产5纳米 至于中芯国际在2019年才完成14纳米的量产 中芯国际的7纳米工艺 预计在2021年才会实现量产 如果以整个半导体行业来看 它的产业主要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等等的环节 上游包括半导体材料和制造设备等等 芯片的制造分为IDM和代工模式 在IDM模式下,厂商可以独自完成设计、制造和封测整个流程 至于代工模式下,设计、制造和封测是由不同厂商共同完成 根据华京情报网的数据 2019年全球芯片制造市场中 芯片代工的占比是81% IDM的占比是19% 目前芯片代工市场是台积电一家独大 2020年第一季,台积电市占率超过54% 台积电大到市值占台股大市比重超过两成 台积电市占率远远抛离第二位三星的15.9% 虽然中芯是中国芯片代工的龙头,全球排名第五 但市占率只有4.5% 变相差不多只有台积电的12分之一 为什么中芯和台积电差那么多呢? 我会分三点来说 第一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里起步比较迟 目前行业专家分析,中国的技术落后台湾大约是5至7年 第二就是资金投入的差距 最先进的制程利润是最大的 所以台积电目前是以最先进的制程 再加上极大的市场份额 台积电赚到的钱 有足够的回报投入更先进的制程研发 从而令强者越强的形势一直维持 第三点,半导体设备采购的难度越来越高 中国受西方瓦心勒协议的限制 中国厂商只能买到光刻机巨头 阿斯麦的中低端产品 就算中国出价再高也好 都没办法买到阿斯麦最新最高端的设备 令到台积电制程上是领先中心国际 不过这些问题可否解决呢? 以下我说一说部分 启好中心国际投资者的愿景 其实现在华为开始把订单转到中心 而中国亦都大力支持中心 大家都知道之前华为一直是和台积电合作 但在遭遇一次又一次的障碍 其实华为都很害怕再次在芯片这个领域上被人捏住 于是华为就把芯片的订单一部分交给中心 不过目前其实华为转到给中心的芯片生产数字 其实现在还未知晓 至于去年底 华为大约占台积电收入的1乘3至1乘5 而华为可以转给中心的部分 可能只是占其中1至3个百分点 当中其实都和中心的技术有关 如果充分利用国家的注资和A股上市的融资 中心的技术就可以得到快速的提升 那中心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而盈利能力亦都可以因此而提升 中心可以投入更多资金用到研发芯片代工的技术上 追赶技术的步伐也可以更快 值得一提的是 中心国际CEO梁曼松近日就说 中心现在正是尽力研发 N加1的工艺 预计年底可以量产 什么是N加1的工艺呢 它是一种晶片 比较在14纳米的性能提升20% 功耗降低57% 逻辑面积缩少63% 外界认为 这个性能是可以相当于 台积电7纳米的制程技术 但是中心就澄清说 其实N加1是中心内部的代号 不等于7纳米 N加1和业界供应的7纳米性能有差距 例如是它20%提升的性能 是与业界所认为7纳米35%提升的性能相比 是有差距 但是其他指标的分别不是太大 半导体这个产业是一个非常需要人才的产业 可以说是你就算有钱 但是没有人才你都做不得好 而有兴趣了解中心这个公司的朋友 你一定要知道梁曼松这一号人物 中心近年在技术上急起直追 梁曼松是一个大功臣 梁曼松是前台积电研发处长 亦曾经转头过三星 媒体称梁曼松是技术狂人 梁曼松只是用了不够300天的时间 就令中心国际的技术由28纳米 一下子跨越到14纳米 14纳米的芯片量率 亦都从3%提升到95% 梁曼松掌舵之后 中心产品的量率、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 都是获得大幅的提升 但是中心国际仍然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板 就是光刻机的采购 如果没有最先进的光刻机 其实中心的技术是非常难去超越到 世界一流的芯片製造厂的水平 而全球最先进的光刻机 被荷兰阿斯麦这间公司垄断了 所以如果中国一直都买不到这个光刻机 将会是它未来发展的一大痛点 由此可见 其实投资中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之大 可以说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 下一集我会和大家用一个比较数字化的分析 和大家说一下中心这间公司究竟是如何 和中心的估值方法 其实和一般公司有很大的差别 可能有些不是很熟悉这个行业的朋友 看到他2020年预测PE50多倍 过去10个月的PE40多倍 就觉得这间公司很贵 但是中心是不能单看市盈率来估值的 下一集我会用数字的角度和大家说一下中心这间公司 究竟未来的前景是如何 应该去如何估值 和部署的策略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另外我们网神证券也有个Facebook page 如果大家喜欢看文字多些 想看多些专栏的文章的话 可以follow我们的Facebook page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就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多些实用的财经资讯和炒股策略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 或者内容方面 大家想有什么改善的建议 也可以留言和我们说 另外 帽神证券也推出了送咖啡的优惠 我们最新的promotion 都会放在下面的box 你们有兴趣 可以查阅我们最新推出的有什么优惠 下次upload片的时间 会在星期四 我们下周四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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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